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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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收看自然简单 我是考赏老师 那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国医的生物 目前的进度讲的就是 那个细胞分裂的课程 那在这个国医下的自然 我会学到很多的课程 像是精英的重组 那我们的遗传有什么密码在 藏在什么地方 然后人类有没有再生能力 可不可以像那个死侍一样 马上就再生 那比如说像是我们是O型的话 爸妈是A型跟B型 A型跟B型会生出O型的小孩吗? 会不会抱错的 然后家里吃的鸡蛋 可以孵出小鸡吗? 我们家里买那个鸡蛋如果去孵化 小鸡会生得出来吗? 然后人家说命苦不要怪政府 人丑不要怪父母 那要怪谁?是要怪精英的重组吗? 那精英的突变呢 有的说是眼花的原动力 那真的吗? 精英突变不是有些会变成病症 像是癌症是一种细胞的突变 那突变是我们的一种进化的动力吗? 那听说有一种株是荧光株 是我们的那个台湾首创 那个以生计转值的一种技术 让生物株可以发出荧光 那荧光株吃的我们有发光吗? 好,这是我们这学期的课程 很丰富,来 我们看一下那个在那个讲一的第一章 讲的是细胞分裂 好,这个是那个细胞的分裂 那大概这个是两只每一个蝴蝶 它们在胶尾 那什么叫胶尾后面再来说明 好,那这个再讲以下的话 我们先介绍一下就是显微镜 那复习一下我们那个漆上的课程 那虎克它是第一个用自制改良 显微镜发现细胞壁的 其实重点不是它第一个发现显微镜 显微镜很早就有了 只是虎克把它改良过之后 变得更好用 而且它发现那个细胞之后 其实它是看到细胞壁 它把它细胞壁命名叫做细胞 所以这个是虎克很大的一个贡献 它去发现到这个细胞壁 感觉大家都不一样 那它称这个小歌叫细胞 其实这个细胞是死去植物的外围的细胞壁 这是我们上学期教科的课程 那什么叫细胞学说呢 就是细胞是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叫所谓的细胞学说 但是呢 后来那个细胞学说的基础是奠定在 雪旺跟雪莱登 他们的后续一些研究 还有很多生物学家陆续的一些贡献 才奠定了细胞学说的基础 所以细胞学说不是虎克提出来 同学不要误解了 虎克是第一个使用到显微镜 发现到细胞壁 其实很早就发现细胞壁 但是没有人认为有什么特别性在 虎克把他这个格子命名叫做细胞 所以从此开始就认定说 虎克他是第一个发现细胞壁 好那再来这个是介绍一下细胞内的构造 那我们现在讲细胞分裂 但是要先复习一下前面的课程 那什么叫细胞核呢 他在整个细胞的一个核心这个位置 叫细胞核 他有核膜包围内有遗传物质 那就是DNA 他是去养核糖核酸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的课程 所以那个细胞核是我们的生命的中枢 所以生物的遗传密码都藏在细胞核里面 那细胞里面还有细胞质 那细胞质它是一个胶状的水溶液 有点像胶水一样 它内有很多的一些胞器 那可以进行一些代谢反应 什么代谢反应 指的就是分解跟合成 那细胞膜呢 它是脂质跟蛋白质所构成的 它可以区隔这个细胞的内外 这个外围的这个地方称之为细胞膜 它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怎么控制呢 分子大的就要透过特殊通道 太大不能进来 像那个葡萄糖一些氨基酸 那种小分子的它就可以透过通道来进出 那有一些是更小分子的像是水分子跟气体分子 它就可以自由进出 那水分子也可以透过特殊通道来进出 所以这也是稍微复习一下 什么叫细胞膜呢 它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那叶胞呢就是储存水分 养分废物的一个地方称为叶胞 那叶胞的话呢 动物细胞的叶胞比较小 像这个跟这个都是叶胞的部分 不然这个也是 好再来看下一个 这是立腺体 立腺体的话呢它是细胞的发电场 因为细胞行呼吸作用的场所 就在立腺体 它要产生能量 那为什么行呼吸作用 因为这个细胞继续活下去 所以只要活下去就要呼吸 叫做呼吸作用了 所以它是产生细胞所需要能量的场所 就在立腺体 这就是立腺体 那立腺体它越多的话呢 表示细胞它的能量就越大 那通常我们的肌肉细胞的话 需要更多的一些能量跟动能 所以立腺体会变得比较多 这是立腺体 记得细胞的能量工厂发电厂 就是立腺体 它是我们的细胞型呼吸作用的主要的场所 好 再来细胞壁呢 这是植物所特有的 它是细胞膜的外围 有纤维素构成 它具有保护跟支撑的功能 所以为什么植物可以 违反万有引力 地心引力 然后直接就长起来 涂出地球表面 就是因为它有细胞壁 可以支撑它这个架构 那细胞壁呢 它的成分是纤维素 而纤维素的话 我们人类吃的不能消化 但是一些草食动物 像牛羊马 它就有一些纤维素的酵素 可以把它做分解 然后产生糖类 所以纤维素的话 在归类上 它是属于糖类的一种 因为它主要是 它分解后变葡萄糖 这是细胞壁 好 再来叶绿体 植物的绿色细胞部分呢 它就含有叶绿体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 产生葡萄糖 那记得 不是所有的植物细胞都有叶绿体 比如说像植物的根细胞 根细胞就没有叶绿体 它只有在那个叶片的表皮 看到绿色的成分的部分 都是还有叶绿体 有些叶片它是白色的 那就不具有叶绿体 那只要有叶绿体 就会有叶绿素 因为叶绿体里面包含的 丰富的叶绿素 叶绿素就可以行光合作用 这是叶绿体的部分 那像眼虫的话呢 它是没有叶绿体 但是它有叶绿素 所以眼虫它的话呢 它是个单细胞生物 它很特殊 它本身可以行光合作用 也可以去觅食的方式来进食 所以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物 那只要有叶绿素 就可以行光合作用 那我们刚刚说那个植物啊 它因为它具有叶绿体 内含叶绿素 叶绿素是一种酵素 所以它也是可以行光合作用的 好 再来这个是比较表 这是植物细胞 这是动物细胞 两个都具有什么细胞核 所以细胞核就是说每个细胞 它都会具有细胞核这个成分在 好 再来是细胞质 那不论是植物细胞 动物细胞 它都是会有细胞质 那再来就是细胞膜 那细胞膜的话呢 一样的哦 不论是植物或动物细胞 都具有细胞膜 所以细胞核细胞 细胞膜都是细胞所共有的 不论动植物细胞都有 那关于叶胞的部分的话呢 植物的叶胞很大一颗 植物的叶胞很大颗 那动物的叶胞都比较小颗 好 再来是立腺体 不论是植物动物呢 只要行呼吸状的一些细胞 它都具有立腺体 立腺体长什么样子 就长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小小的像香肠的构造 里面有多弯曲弯曲的 那包含这也是立腺体 这是动物的立腺体 好 那我们讲这个章节 细胞分裂 这个是一个非洲大草 有看到这个生命非常的丰富 它有斑马 也有这个什么牛 好像是野牛 然后整片云也都是 就是充满了生命的 生命很丰富 就是生物多样性都有 这么样的一个丰富的生命呢 它怎么产生出来的 它就是透过一个细胞分裂 不断的在做基因的重组 然后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细胞分裂的主要目的 就是说生物体生长发育的时候 它的组织或更新胸脯 或是新个体的产生时 细胞都要必须进行细胞分裂 来产生新的细胞 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发育生长 我们从很小的个体开始 长大变很大的个体 那个细胞就要不断的再增加 所以细胞分裂它可以让 生物的身体发育成长 好 说到组织更新修补呢 像前一阵子啊 去年五月的时候 老师头撞到瘦场 那时候是搬东西给人家 然后有一个招牌很低 就那么低而已 这么低哦 招牌挂那么低 然后我就跨头低穿那个招牌之后呢 把东西交给人家 然后走的时候一转身 忘记那招牌的位置 因为已经 我是低下头穿过去嘛 一转身之后 我就忘记那招牌的存在 就往前走 马上撞到那个铁架 然后开始头就流血了 那时候流了很多血 可是没有去缝嘛 因为那个伤口医生说他不用缝 然后就变这样子 所以现在伤口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细胞可以更新跟修补 把那个皮肤给补起来 所以细胞分裂可以做组织更新跟修补 那新个体产生的时候呢 也都需要进行新细胞分裂 像这个是怀孕的妈妈的肚子 看得出来 好 那就是他我们的新个体在孕育的时候 也是要透过细胞分裂方式 然后产生新的个体 所以我们身上很多的细胞 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被老师打的 手伸出来好几下 打的时候打完手很痛 这个时候我们手上面就死掉很多的细胞 那死掉的细胞怎么办呢 他会再重新再修补 再补充过 所以都是要透过细胞分裂 这是我们的染色体 染色体它是位于在细胞内的遗传物质 它可以控制生物的特性 这是染色体的一种动画示意图 当然实际上没这么好看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细胞核内 那有一些遗传物质 它平常是死状的 在遇到准备要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变成条状 再要条状 然后被看起来变这个样子 这边就存在了很多一些遗传密码在里面 这个是高倍显文性看到的一个 染色体的情况 它会把这个 这个东西就称为染色体 它是有DNA DNA就是去氧核 核糖核酸跟蛋白质所构成的这染色体 染色体上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基因在 那染色体呢 它平常的时候呢 它呈丝状 这是概念图 呈丝状 它在进行细胞分裂的时候 才会浓缩变成短棒状 就我们刚刚看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样子 是准备在做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那个丝状的一些遗传物质 染色体才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变成像那种棒状的染色体 好,平常是实状的 然后变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染色体的这个片段 拿出来放大看的时候呢 会长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的DNA 就是它是一个双骨螺旋的一种 排列方式的DNA DNA上哪边呢? 就是在我们的染色体上面 你看看 这是染色体 对不对? 这个小小的一个片段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染色体 这个小小的一个片段 把它放大之后呢 就变成这个DNA DNA的话呢 像老师的衣服上面 就有这个DNA的图案 对不对? 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 每个DNA上面的片段 就是一个遗传的密码 它可以控制呢 像是我们人类 眼睛是单双眼皮 耳垂有没有分离 那拇指会不会弯曲 然后那个就是你的肤色 比较淡比较白 然后这个法量多少 都是跟这个遗传密码 是有关系的 叫DNA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来 我们从大的开始开始 这个是细胞核 细胞核的核内 有所谓的遗传密码 遗传密码就是染色体 那染色体呢 大概长这个样子 染色体的样子 染色体呢 你把这个小小的片段 再放大 就会看到基因在里面 叫做DNA 这是那个基因的一个样子 那每一个基因的一个片段 这是一个片段 这片段就会控制我们的人的生长的过程 你的一些外观的样子 就你的性 一个特性的性状 像是包含的一个肤色 眼睛大小 单双眼皮 那个各种的东西都在这个DNA里面 会不会容易得糖尿病 会不会得癌症 然后身体健不健康 都是跟这有关系 叫DNA 好 人体的细胞呢 有46条染色体 一共23对 这个要背吗 这个要背数字 不用背图案 这图案看过去好了 这是我们的染色体的排列的情况 一共有46条23对 什么要对呢 就是他把这个形状很像的放在一起 称之为一对 其实这形状很像的 我们都称之为同源染色体 后面会解释到 叫同源染色体 同样同源是说 他一条是来自于爸爸给的 一条是妈妈给的 所以这染色体一共有46条 对不对 46条 其中一半都是妈妈的 一半是爸爸的 所以我们才会说 我们长的样子 一部分很像妈妈的样子 一部分很像爸爸的样子 等于是爸爸妈妈的样子 组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样子 因为我们是一种 基因重组过的一种形状 所以人体的细胞一共有46条 记得是23对 他有成对 这样叫一对 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 全部23对 其中的话 最后这一对我们就称之为性染色体 他是控制他会变男生或女生的 以这个来看的话 这个是S跟Y 这个指的就是S跟Y 这是男生 男生是S跟Y 女生就是XX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体细胞的情况 染色体有46条23对 记得关键的数字在这边 人体的细胞有46条染色体 然后成对是23对 他是有成对的 好 那染色体的数目呢 会随着生物的种类的不一样 那像是果蝇的话呢 他就具有8条染色体 一共就4对 人类是46条23对 那有一些动物的话呢 像是那个挽豆啊 生物啦 挽豆就有14条7对 五尾熊32条16对 黑猩猩48条比人多2条24对 帝王线208条104对 所以你发现不是染色体越多 你就展现出来你的生物就越有智慧 然后就越复杂 不是这样子的 染色体的多少 跟这个生物本身是没有绝对的一个 关联性 就是跟这个生物的智慧 或复杂程度是没有关联性的 所以不是说染色体越多越好 不是那么一回事的 像帝王线呢 就有208条104对 好这是帝王线的样子 那同源染色体呢 通常是两两成对的 它是一条来自于父亲 一条来自于母亲 它有相似的大小跟形状 所以人有23对的同源染色体 像这个呢 是一个同源染色体 大小相似 形状很接近 那这就是一条 一条是爸爸给的 一条是妈妈给的 这样配成一对 称之为同源染色体 同源染色体 那这个也是一个示意图啊 这是我们之后再着色的 像这个红色红色是比较接近的 紫色跟紫色 红色跟红色的 它把它放在一起 这一对一对的 都称之为同源染色体 好再来 那成对的同源染色体呢 我们称之为双套染色体 一般存在体细胞 体细胞都是双套 所以双套你看 像这跟这 是一对的 它可能没有在一起 它会分开 就是比较分开的位置 红色跟红色也是一对 绿色跟绿色 黄色跟黄色 没有它都是一对的 它的形状相似的 称之为一对 所以这称为双套染色体 它是成双成对的同源染色体 怎么看呢 这样看了 就一条是爸爸给的 一条是妈妈给的 那在受精的时候 精卵结育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对 这样是一对的 所以这来看就是 它是二的 不是说二杯鼠 它说它可以成对 重点是可以成对 然后什么样的细胞呢 它是双套染色体 一般体细胞都是 体细胞很多啊 包含像我们的皮肤细胞 神经细胞 像是肌肉细胞 血球的 血球像是白血球 那种细胞 它都是有所谓的双套染色体 叫二N 体细胞都是 那这叫单套 单套的话呢 它是不成对 它是一条一条一个一个的 它是发生在生殖细胞 像这个就一个一个的 两个蓝色的变一个 两个绿色变一个 两个黄色变一个 两个红色变一个 这称之为单套染色体 不是单双套 单套 这个字要改一下 这没有改到 我把它改一下 这单套染色体 它是不成对的 像我们的生殖细胞 那什么叫生殖细胞呢 给你讲一下 很好记 其实我给你讲 记双套跟单套蛮好记的 你就先记单套就好了 这也没有改到 先改一下 教同学怎么记 来 双套染色体 它是发生在体细胞 单套染色体 它发生在生殖细胞 什么叫生殖细胞 你就像这样记 只有精子跟卵子 就称为生殖细胞 它是单套 也只有精子跟卵子是单套 其他全都双套 这样好不好记 好记的 单套染色体 就所谓的生殖细胞 就是精子或卵子 或者 称为配子细胞 什么叫配子细胞 像植物它有精跟卵 那我们就不叫精子跟卵子 所以这称为配子细胞 那配子细胞 精跟卵 都是单套的 那双套的话就很多了 所以包含像皮肤细胞 神经细胞 就所有的体细胞 脑细胞 肌肉细胞 肠道细胞 都是体细胞 这两个很特殊 稍微记一下 这个叫精母细胞 不是精子 它是精的母细胞 精子的母细胞 叫精母细胞 它是双套 那卵子的母细胞叫卵母细胞 就是卵母细胞 减速分裂变成卵 精母细胞减速分裂变精子 这个等一下我后面会讲 所以这两个都称之为双套的 这样知道吗 所以考试的时候误导你 他写个精母细胞 你写单套不对 它是双套的 这也是双套的 那只有精子跟卵才是单套的 那单套就是N 双套就是2N 这称为双套 双套就是一对 它会成对 一对一对的 单套就是不成对 它就一条 一条或一个独立的 成为单套卵射体 那发生在生殖细胞 这是那个单双套卵射体的差异性 好 这样我们介绍的是细胞分裂 这是那个细胞分裂 那我们的细胞如何做分裂 怎么样一个变两个 还是一个变四个 还是一个变八个 我们细胞分裂它是一个变两个 那它怎么做呢 第一个 这是我们的卵射体 卵射体它是四条 然后有两对 两对有四条 那它在细胞分裂之前 我们刚刚说 染色体是成丝状的 准备要细胞分裂的时候 它会聚集在一起 然后变成条状 这样变条状 变条状之后 它开始复制染色体 把自己先复制一遍 然后复制完之后 染色体复制好之后 它会排列在中间 排列在中间之后 再下个动作就要分裂了 这是所谓的复制后的染色体进行分离 这过程就开始做分离了 分离完之后 变成两个独立的子细胞 所以细胞分裂是一个变两个 染色体只有复制了一次 它是复制后染色体进行分离之后 变成又是跟前面都一样的 所以分裂完之后 这一个跟这一个是相同的 相同的基因 所以细胞分裂产生出来 是一模一样的下一代 它的子弹 所以如果这肌肉细胞分裂 这是肌肉细胞 它分裂完之后就被细胞分裂 它不会变成皮肤的细胞 这样子知道吗 如果这肌肉细胞 它分裂出来一样肌肉细胞 它不会变成其他细胞 因为细胞分裂 它会保有它原来的一些特性在 包含基因都完全一模一样 这称之为细胞分裂 我们再看一次 细胞分裂 它是染色体先复制一次 复制完之后 染色体会排列在中间 之后染色体会互相进行分离 复制后染色体会进行分离 分离完之后 变成两个独立的子细胞 所以细胞分裂记一下 第一个它是从一个变几个 一个变两个 第二个 染色体复制了几次 复制了一次 就复制一次 它是复制一次 然后细胞分裂一次 然后一个变两个 这是所谓的细胞分裂 再有个问题 有性生殖 就是说它是透过精卵的结合 精卵结合之后 产生新的个体 就是所谓的有性 就是我们的受精之后 变成一个新的个体 叫有性生殖 那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精细胞染色体有46条 卵细胞染色体也46条 46加46变92条 那不就爆掉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透过个减速分裂 把染色体的数量给减半 怎么做的 一样的 在做减速分裂的时候 记得这个减速分裂 它只有在精卵细胞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减速分裂 体细胞都不会 只有精子跟卵或配子细胞才会进行减速分裂 减速分裂的时候呢 它染色体先复制一次 那复制完之后 你看它复制完之后 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这复制完之后 这两个蓝色的它互相分离 两个红色的互相分离 所以这个图呢 它是减速分裂特有的一个状况 是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那考试最爱考这个图 还丢这图给你看什么东西啊 就是所谓的减速分裂 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分离完之后呢 它又在染色体再分离一次 然后变成的你看第一次分离 第二次分离 所以它从一个变成四个子细胞 然后从本来的双套 会变成的单套 本来是四条 后来变两条 有没有 它本来有成对 后面没有成对 所以这过程就称之为减速分裂 所以像这个如果是 金子的母细胞叫金母细胞 这四个都是金子 如果这个是卵的母细胞 那这四个都是卵 卵子分出来的 所以这所谓的减速分裂 再说一次 减速分裂呢 它是配子细胞 就精卵细胞 才会进行这种分裂过程 就称之为减速分裂 染色体一样是复制了一次 但是细胞分裂呢 一共分裂两次 这是第一次的分裂 这是第二次的分裂 所以减速分裂会分裂两次 然后呢 它的重点图面在这里 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它是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所以考试的时候 看到这个图 看到这个图 你就知道了 它在做什么 它在做减速分裂 这样知道吗 这是减速分裂跟细胞分裂的差异 再看一下 这是同源染色体 它第一次分裂的时候呢 是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然后产生两个细胞 这两个细胞一样是四条 它本来是的后来是四条 所以要再分裂一次才变两条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所谓的减速分裂的特有过程 就是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现在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上面这个呢 是细胞分裂 下面这个是减速分裂 那细胞分裂 再看一次 它是染色体复制怎么样 都是复制一次 不论是细胞分裂 或者是减速分裂 染色体复制 都是复制一次 但是呢 细胞分裂呢 它是细胞分裂分裂的一次而已 那减速分裂呢 它是分裂的两次 所以它才会从一个细胞 变成四个细胞 那细胞分裂呢 是一个变两个 减速分裂呢 是一个变四个 因为它透过两次的一个细胞分裂的部分 先分裂一次变两个 再分裂一次变四个 所以减速分裂是一个变四个 染色体的部分的话呢 一开始它是成对的 它是成对的 如果是细胞分裂 它会成对就一模一样 再复制一次 如果减速分裂的话呢 它会从本来的双套 会变成了单套 所以底下这个是减速分裂 所以注意一下呢 这个细胞分裂跟减速分裂 很大的差异性在 好 再来我们就看题目的部分了 我们看那个讲义在第四页 好 放到讲义的第四页 那第四页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一题 好 题目是说呢 有关细胞分裂的叙述 何者是错误的 它说有性生殖或无性生殖 这要进行细胞分裂 这个后面给你解释到 有性生殖呢 跟无性生殖 它都要透过细胞分裂 才能够让生命体更茁壮 再成长 好 所以不论是有性或无性生殖 都要进行所谓的细胞分裂 这样讲是对的 那比它说受精卵进行细胞分裂 会发育成新的子弹 受精卵就是说我们的精卵结合之后 那是受精卵 它要怎么样 它要再成长茁壮 就需要再做细胞分裂 所以这也都没有错了 那新章说配子的行程 需要进行细胞分裂 这有个问题 我们刚好说 碱数分裂 它是发生在配子细胞或精跟卵 对不对 配子的行程 它是要透过碱数分裂 不是细胞分裂 所以稀错的把它注意一下 把它改一下 把那细胞分裂化掉 改成碱数分裂 配子的行程 它需要经过碱数分裂 才能够进行出来的 那主他说多细胞生物 藉由细胞分裂 进行各身体组织的更新跟修补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所以答案只有C错 答案选C 好第二题 他说某生物它的体细胞 有六条染色体 你就记有六条就三对了 他说其中卵细胞中的染色体 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是卵细胞 就把它六条去除以二 变成三条 三条不成对 所以答案你只要写三条不成对 答案选的是C 好第三题 细胞分裂跟减速分裂 相同之处为下列何者 我们刚刚有说明过 它的染色体只有复制一次 这是相同的地方 那其他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答案选的是L 皆由染色体的复制的现象 好第四个 好这是说呢 富途是某生物身上不同细胞的染色体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那这个是甲细胞 这是乙细胞 你观察一下 甲乙的细胞哪里有差异 甲是双套 乙是单套 所以甲是体细胞 乙是生殖细胞 对 好那我看一下 A他说甲细胞的染色体的套数是乙的两倍 甲是乙两倍对不对 对啊 所以答案选A 那其他都不对 B他说甲乙细胞均有成对的染色体 乙细胞没有成对啊 所以他说甲细胞可能是配子细胞 不对 甲细胞是体细胞 乙才是配子细胞 那猪他说 乙细胞是经过细胞分裂后产生 不对 这是减数分裂产生的 好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好第五题 然后说呢 蜜蜂的受精 不是蜜蜂 蜜蜂 蜜蜂的受精卵呢 会发育成雌蜂 好 那未受精的卵就会发育成雄蜂 所以蜜蜂呢 他的受精卵如果有受精的话 长大就变成是女王蜂 就是雌蜂了 如果这个是没有受精的卵 他一样会发育 但会变成雄蜂 假设雌蜂有十对染色体 则雄蜂细胞内染色体为何 那雌蜂是十对的话 我们刚刚说那个雄蜂他是未受精 未受精的就是单套 单套就是十对 要除十对有二十条 除二变十条 所以是十条不成对 所以答案选的是B 这个雄蜂他的细胞内染色体 他是十条不成对的 好第六题 帝王蜡的体细胞 具有208条的染色体 也就是说呢 他细胞内有A对的成对染色体 这个A很明显就是把208除二 104 A是104 也可以说呢 他具有B套染色体 这B就是双套 双套就是2 就是两套 他问你说A加B 就是104加2 答案是106 然后选的是C 好第七题 若国王契恶的体细胞染色体的DNA含量是2A 则处于第一次分裂完成的初级金母细胞 即减速分裂后完成的金细胞染色体的DNA含量依次为多少 就我刚刚讲的 金母细胞金细胞是不一样 金母细胞的染色体跟体细胞是一样的 所以金母细胞的DNA一样是2A 这金细胞就减速分裂变成A 就除2了 所以答案是2A跟A 选的就是C 好看那个第八题 虽然有关动物细胞进行减速分裂叙述何的正确呢 因为他说会产生不同遗传因子的配置 这是正确的 做减速分裂的时候 细胞从一个变四个 所以他就可以做基因的重组 但那个配置细胞有机会之后在受精之后 跟原来细胞会有点不一样 那么B他说呢 会使体细胞的数目增加 减速分裂不会 所以B不对 那C他说会使配子的DNA含量增加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了 所以细了不对 就是他说是无性生殖所需要的步骤 注意后面讲到 无性生殖他没有所谓的减速分裂 他只有细胞分裂 所以答案选择是A 好第九题 现在有关改这里的叙述何者是窗屋的 挑错的 A他说人类的肌肉细胞有46条染色体 对哦 只要是体细胞都是23 对46条 所以A没有错 B他说人类成熟的红血球 有46条染色体 这个问题哦 我们人类呢 成熟的红血球是没有细胞核的 没有细胞核就没有染色体 所以B是错的 答案选的是B 那C他说成对的染色体 大小形状相似这个对 那猪他说金子还有单套染色体 这个也对 所以答案只有这个是B是错的哦 好看那个第十题 第十题他说呢 副表是人类各种细胞的比较 下列叙述何者是错的 要挑错的哦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减速分裂 这是染色体的数目 这是染色体的套数哦 那皮肤细胞就是体细胞 减速分裂当然没有嘛 他是细胞分裂而已啊 46条双套可以哦 体细胞减速分裂没有 46条双套对 金细胞减速分裂有没有 有 染色体呢会减半编23条单套对 圣钉咯 子宫B细胞有没有减速分裂 没有 因为子宫B细胞就是体细胞 除了精卵细胞配的细胞之外 其他都属于体细胞 体细胞不用减速分裂 所以这边都错了啊 这边也错了 应该46条 所以答案选的是丁错 丁是猪啊 选猪 好第11题 副图呢是细胞分裂过程中 图A到B的过程 A到B的步骤称为什么 你看啊 A到B怎么样 很明显 染色体数量变多了啊 就称之为染色体复制 所以答案选的是A 这是第12题 第11题 好换第12题 12题呢 对啊 12题不用涂 好 再来我们看那个 在第5页的第12题 人类的生子母细胞 经分裂形成精子的过程中 染色体需要复制A次分裂B次 一个生子母细胞 形成的精子数是C个 那精子内的染色体数目是D个 那A加B加C加D等于多少 重来一次好复杂 人类的生子母细胞 就是所谓的一般的体细胞 形成精子 精子是单套的 染色体需要复制几次 答案是复制一次 所以A是1嘛 分裂B次 减数分裂分裂两次 所以B是2 再来呢 他说一个生子母细胞 所形成的精子的数量是C个 一个变4个嘛 所以C是4 染色体的数目呢 是D一个 应该D条啦 D就23 46条 减半变23条 对不对 他说A加B加C加D 那就是 A就是1嘛 B又是2 C是4 再加租23 全部加起来 答案是30 所以选的是A 好 第13题 他说切菜时不小心切到手指了 过一阵子呢 伤口边缘 增生的新细胞 我们的受伤地方 它会重新再修补 产生新细胞 使伤口慢慢愈合 关于这新生的细胞 下列变速何者正确 A他说 新细胞是由减数分裂来的 那不是啊 它是一般的细胞分裂 那B拉拉说新细胞会有四套染色体 一样是双套没有四套 那西套说 新细胞的染色体呢 比原来的少一半 染色体数目不会少一半 它没有减数分裂 它是细胞分裂啊 所以答案选书啊 诸侯 新细胞的染色体数目 跟神经细胞的数目会相同 但是你那个伤口的细胞 就是会 就是会复制一样的细胞 再出来做修补 然后不会说你那个皮肤细胞 突然变神经细胞 不会这样子 所以答案选的是柱 好 第十字题 已知基的体细胞呢 有78条染色体 以及肝细胞 其肝细胞跟磁配子中的细胞核内 分别有多少染色体 如果是基的话呢 它78条 那肝细胞属于体细胞 所以一样78条 那它的磁配子 就是那个基的配子细胞 就要减数啦 所以78条除了变39条 所以是78条39条 7839条有没有 就没这答案 但是有个答案是写 39对39条 可不可以选 可以选 因为体细胞是成对 78条相当于除二变39对 所以39对39条是可以选的 答案选的是C 好 这以上的课程 我们今天先把这个课程上到这边 因为那个细胞分裂 减数分裂一次上课的话 同学复习会不够 所以我又分两次上课 那下课 我会再做一次重点复习 让同学更有印象说 什么叫细胞分裂 什么叫减数分裂 这有什么差异性在 那同学在那个下课 周期里把那个前面的重点课程 再好看过一遍 尤其是那个细胞分裂 跟减数分裂的一统 哪里有差异性在 他们都是感受理复制了一次 而细胞分裂怎么样 细胞分裂就分裂一次 减数分裂分裂了分裂两次 所以细胞分裂从一个变两个 减数分裂从一个变四个 这些详细的差异同学都要注意下来 不然像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减数分裂特有的一种图形 就是它是同源染色体互相分离 那图案长什么样子 你要再回看一下 因为那都很重要 好那我们介绍到这里 那下次我们再来进行 那个后面的题目的说明 好 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